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8号 农历鬼卯年11月27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人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农业农村部出台新措施 深化敏台农业农村领域交流合作 福建加快敏台交通融合发展 构建海斯陆入大通道 外交部公告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台湾地区2023年CPI上涨2.5% 连续两年超通货膨胀仅界限 台自造潜艇被爆涉窃韩国机密 蓝英明代批将成国际丑闻 台湾小当归遇上东北尔兵 让同胞亲情融化冬日寒冰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近日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农业农村领域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若干措施 支持福建充分发挥对台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 深化敏台农业农村领域交流合作 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打造台农台商登陆的第一家园 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条支持措施 一是支持敏台农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福建特色重养业提档升级 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作优作强 乡村休闲旅游业优化提质 农与种苗产业创新提升 农业产业极具融合发展 二是支持加强敏台渔业合作 支持福建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开展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试点 加强台湾海峡渔业资源养护 开展台湾流动渔船渔民管理试点 三是深化敏台农业农村领域交流协作 强化敏台农业科技交流 促进敏台农产品市场融通 深化敏台涉农企业合作 保护传承敏台传统农耕文化 支持帮助在敏台胞职业发展 四是落实台胞台企在民享受同等待遇 保障台胞台企同等享有生产经营用地权益 同等享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同等参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认定 五是推动重点区域先行先市融合发展 支持台农台商集区地区 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 支持三明建设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 鼓励宁得拓展海洋养殖产业对台合作 若干措施的出台 对于深化两岸农业农村交流合作 促进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更多助力 2024年福建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5号在福州举行 会议指出福建加快敏台交通融合发展 探索构建海思路路大通道 据介绍 2024年福建省计划完成公路水路投资 1000亿元人民币 计划建成普通国省干线150公里 建设改造农村公路1500公里 新增生产性博位7个 新增通过能力约1000万吨 在加快敏台交通融合发展方面 福建将畅通公铁水空连运通道 推动行程以福建为枢纽 往中西部的海思路路大通道 以及往台湾的两岸运输主通道 并深化台海通道研究论证 将连接台宝台企登陆码头 对台特色产业园区 台湾农民创业园等主要公路 纳入规划予以补助 优化加密福建沿海 至台湾本岛及金门 马祖 澎湖客货运航线航班 适时开通厦门 平台等地 对台邮轮航线 做大做强世界一流港口方面 福建将聚焦重点港区连片开发 加快福州港 可门15号至17号博位 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提升重点港区规模化 集约化 专业化水平 全面推进闽江航运开发 实现福州港 南平港 三明港联动发展 全省船舶总运力力争突破2000万载重吨 沿海港口货物 集装箱吞吐量力争完成7.8亿吨 1900万飙箱 日前外交部发言人就反制美国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制裁中国实体答记者问 发言人表示 对五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美国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罗知各种借口 对中国企业和个人 实施非法单边制裁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严重侵犯中方企业和个人 正当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表示 针对美方上述严重错误行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决定 对被移录上合武器系统公司 联合技术系统运营公司 宇航环境公司 Viaset公司和DataLink Solutions公司 等五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措施包括 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禁止我国境内组织 个人与其进行交易 合作等活动 发言人强调 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美方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对华非法单边制裁 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 来关注岛内新闻 据台媒报道 台当局统计部门5号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2023年台湾地区CPI上涨2.5% 不仅高于日前预测的2.46% 也创下15年来次高纪录 台湾地区连续两年通货膨胀超过2%的警戒线 据报道 去年12月 台湾地区CPI年增率为2.71% 台统计部门分析 主因是水果 剧场上行为 高纪录 市场域 广播剧场上行为 沙 冻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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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